大家好,我們來看 張孟甫每日一字 今天是講 果字 水果的果 果然的果字呢 變化還蠻多的 變化看起來不怎麼多 但是它的寫法還蠻多樣的 來看一下 先看楷書 張孟這種寫法 就已經有點偏楷書了 然後呢 我們呢一般呢 是這一束連著寫 比較少這樣分開來寫啦 但是如果 照楷書的寫法 是分開來的 是分開來的 然後但是呢我們說 我們再寫一遍 一般在寫 是連起來寫 是這樣的寫法 好 那再來呢 張孟甫他的寫法 就是屬於連起來 而且帶了一些代筆進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他的寫法 而且他個人的習慣 好,帶過來 連筆動作比較多 這裡有一個代筆 這裡有一個代筆 那長 這樣子 好,再來 我們說 有時候 不是有時候 常常這兩筆變成兩點 好,這樣 再來 變成兩點 好,這樣子的動作 好 好 好,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連貫線更好一點 這兩點可以連著寫 好 上面的這填的部分都一樣 到目前都沒有變 好,但是這裡會變成 連續動作 好,這目的寫法 其實出現過很多次了 我們只是在複習 好 因為未必 每一位 現在看的 都是從頭看大尾 我相信 也沒幾個 大部分都是 偶爾看一下 或者 新的 看這樣子 畢竟這個是 一直下去 而且 來來去去 好 好,再來我們來看 更省略 開始 這裡有一些省略動作 注意看 好,這裡繞一圈 然後目呢 直接連貫著寫 好 這已經進入到草書的 一種寫法了 所以 繼續看一下 再來 這一筆 我們注意就不要了 好 直接 但是這裡會有一個 倒勾的感覺在裡面 甚至會 一點 也有 一點 那如果說這裡弱化 那就會有一個 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 也可以 也可以這樣寫 大家再留意一下